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这期来讲,遨游第192篇,大笔的抛售已经让诺亚集团的股票成了江青的大厦,摇摇欲坠。 艾克森简直都要恨死凯蒂了,为什么那么贪婪? 本身他们珍爱基金购买的那些诺亚集团股票,成本都很低,只要卖出去都可以获利了结很多。 可如今的疯狂下跌,已经让诺亚集团的股票都成了烂大街,自然而然就没有人会去买。 现在就算是他们手中有钱,想要把这个股票拉起来,都不可能了。 这就像是打仗的气势,已经没了气势,算是彻底完蛋了。 艾克森此刻正在给凯蒂打电话,语气冷漠地对凯蒂怒骂道,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把股票甩卖出去? 凯蒂听到艾克森的怒骂和质问,无言以对,只能是保持沉默。 我们现在需要钱,没有钱,一切都要完蛋了。 艾克森继续愤怒地对凯蒂呵斥道。 凯蒂的脸上都是紧张和慌乱,更是写满了无奈,对艾克森带着哀求的口吻说道, 对不起艾克森先生,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 我不想听道歉,也不想听认错,我们没有钱了, 现在怎么办? 艾克森都变得有些争鸣和愤怒,这让凯蒂更加紧张和慌乱。 这些年以来,真爱基金一直在股市上纵横驰骋, 他们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掌控别人的命运, 像这种自己无法控制命运的事,还是第一次发生。 凯蒂的脸色苍白,表情不住的变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艾克森知道凯蒂已经是手足无措,就是白费了,于是愤怒地将电话挂断, 在屋内来回地走动,眼神中都是冷漠的愤怒。 许久之后,艾克森找到龙少的电话拨打过去, 他想要让龙少拿钱帮忙。 龙少此刻正在女人的床上纵横驰骋, 他现在是格外轻松,更是格外快乐。 这次在盛世集团股票上,就是搭顺风车, 好好的大赚了一笔。 如今,看到盛世集团股票暴跌, 内心甚至都庆幸自己及时获利了结出来, 要不然还真就深陷其重。 自我感觉很英明,所以心情就高兴, 自然而然在女人的身上玩得格外快乐开心。 看到艾克森打来的电话, 龙少笑着接通电话,对艾克森说道, 艾克森先生有什么事吗? 艾克森心情非常恼火,还是极力地控制住, 毕竟自己要求人,于是对龙少说道, 我们珍爱基金的钱筹集出了点问题, 明天的股市上,你能不能给我筹集到几百亿? 艾克森并没有说具体问题, 还不想把自己的这种窘境告诉龙少, 也是担心龙少不肯帮忙。 龙少虽然不知道, 不过他内心却直接否定了艾克森想法, 几百亿胎油,可不是大风刮来的, 于是就假装无奈地对艾克森说道, 艾克森先生,真是对不起, 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最多能拿出来十个亿。 艾克森听说只能拿出十个亿, 他差点直接吐出一口老血, 那点钱就是杯水车薪, 对自己来说都不是钱, 更是丢进去不会有任何的联谊。 珍爱基金虽然有几千亿的资金, 可因为分散在各个股市里面, 又被凯蒂这种操作, 整个诺亚集团就让他套进去了一千五百多亿, 而如今在华国股市上, 陆陆续续地已经投入了五百多个亿, 正因如此,才会让他捉襟见肘。 若是过去,他开口借钱, 有人对他说十个亿, 他可能会直接骂对方是白痴, 可如今,他却忍住怒火, 带着希望般地对龙少说道, 我们现在打压盛世集团股票已经到关键时刻, 你必须要筹集到一百个亿, 有了这一百个亿, 我们就能够让盛世集团的股票波动起来, 然后顺利地从里面获利出来。 龙少听说筹集一百亿, 都差点冷笑出声, 这一次盛世集团的操作他赚了三十几个亿, 已经是他历史记录, 现在让他拿出一百个亿, 这比割一块肉都疼。 艾克森先生, 您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我可不像你那么有钱, 这边真拿不出来那么多, 最多只有十个亿。 艾克森听到龙少一再拒绝, 他愤怒地都要气炸废子, 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 龙少听到手机里的嘟嘟声, 眼底都是蔑视笑容, 他甚至直接把手机关机, 然后看像躺在床上满眼魅惑的女人, 霸气地说道,爬过来,跪在我面前。 本来已经双腿打开, 用双手握住脚踝的女人, 以为龙少会立即化身为恶狼, 却没有想到龙少如此霸道。 不过, 女人也很懂事乖巧, 已经放下自己的两条修长眉腿, 更是从床上爬了起来, 四肢着地, 缓缓地朝龙少爬了过来, 就像是一只美艳的狗爬向了主人。 很听话, 很乖巧。 他的秀发自然垂落, 遮住了脸颊, 不过能够看到他如偶欲臂, 还有雪白眉腿, 在灯光下都泛着白色的光芒。 龙少的心情格外大好, 对他来说, 现在艾克森与盛世集团之间的冲突, 已经足以让陆宇他们愤怒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他们的矛盾, 他要远离。 看到爬过来的女人, 她的心中突然有种运筹帷幄的男人成就感和霸道气势, 直接扯住女人的头发, 用力地扯了过来。 啊, 女人发出痛呼, 美丽的红唇微微张开, 魅惑如丝的眼眸中, 都是浓情蜜意地看向了面前的龙少。 龙少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看向了自己的裤子。 女人已经非常乖巧懂事地伸出手, 缓缓地帮助龙少拉开了裤子拉链, 而她更是已经爬了过来。 风骚的脸上, 露出了更加得意舒适的表情。 这一切看在龙少的眼中, 让龙少显得更加意气风发, 充满无限豪情。 本来就无比暧昧的房间内, 此刻暧昧气息更加浓烈, 此刻更是充满了无限的爱意。 女人的瞬息声, 男人的舒爽声, 女人的叫喊声, 两个人的疯狂声, 最后都化作了霹里啪啦的鼓掌声, 在这个屋内响起了合奏曲。 此刻的艾克森, 被拒绝借钱后, 已经要疯狂地去杀人, 他此刻才冷静下来, 最后打出了一个救命电话。 孙成功, 华国的古市上有后起之秀吗? 艾克森的语气中充满了冷漠霸气, 此刻的他, 冷静之后, 觉得自己已经仿佛是陷入了被动, 遇上了强大对手。 孙成功接到艾克森的电话, 就有些好奇, 平时大家基本不联系了, 听到艾克森的询问, 脸色更是微微变化, 对艾克森问道, 艾克森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珍爱基金这次对盛世集团的出手吗? 艾克森的语气中充满了不悦的质问, 显然很不满意。 孙成功微微沉思片刻说道, 我当然知道你们出手, 只不过这件事不知道你们想要为何。 我们已经八年没有进入华国股市了, 这次想要割刺韭菜, 只不过现在出现了点问题。 艾克森此刻还是很要面子, 并没有把事情直接说出来。 如今盛世集团的股票已经在下跌, 很显然是有人在借机获利了结, 该不会是你们吧? 孙成功问道, 你觉得我要是赚钱了, 还会给你打电话吗? 艾克森的语气中充满霸道, 甚至透着一种威胁。 哈哈, 孙成功却笑了, 只不过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一种沧桑感, 艾克森先生, 有事就尽管说吧。 我希望明天股市上, 你能够拉起来盛世集团的股票, 不惜一切代价地拉起来, 然后让我的资金撤出来。 艾克森说得理所应当, 他仿佛就像是个主人, 而孙成功就像是个仆人。 孙成功的脸上闪过一抹愤怒, 不过很快就平息下来, 对艾克森说道, 艾克森先生, 我觉得这样不妥吧, 毕竟我只是一个小散户, 而你才是真正的大操盘手。 你还是小散户吗? 你不要再继续伪装了, 这些年你已经赚了很多钱, 我很清楚。 艾克森稍稍停顿片刻, 又对孙成功说道, 这次海森基金的郭辉, 就是当初你们的同伴, 你应该很清楚,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沈万青报仇, 难道你不害怕他们成功吗? 孙成功听到这句话, 瞬间沉没了, 他本来的名字叫王志远, 八年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孙成功, 之所以叫孙成功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要时刻告诉自己, 自己的成功是像孙子一样换来的, 又是当孙子换来的。 八年前, 沈万青哲己沉沙的一战, 就是因为他出卖了消息, 所以才会让拥有融资狂人之称的沈万青哲己沉沙, 而成就了真爱基金, 一战成名。 真爱基金事后的确是按照约定, 给了他上百亿, 只不过相比真爱基金的获利, 那就是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这些年, 他与艾克森也就没再联系, 而他也是隐姓埋名在华国的股市上, 继续默默地投资获利, 的确是赚了不少, 只是没想到艾克森今天会找上自己开口威胁。 艾克森没有听到孙成功的回应, 就知道孙成功心中已经充满恐惧, 继续对孙成功说道, 这一次如果被他们成功, 那我们就要废掉。 孙成功沉思片刻, 对艾克森说道, 你的真爱基金有那么多钱, 完全可以从其他股市撤出资金, 来华国股市支撑一下, 可以保证你安全顺利地撤出。 艾克森听到这句话就有些郁闷, 于是也就没有撒谎。 江凯蒂在诺亚集团上的操作失误告诉了孙成功。 孙成功听到这个消息, 如同醍醐灌顶, 脑袋嗡嗡直响, 有种浓烈的不安。 你们有没有查到李云海这个人, 他最近的行踪在哪里? 此刻的孙成功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与其极其严肃冰冷地询问, 已经发现这个手法向李云海。 我还没有查询, 艾克森此刻也变得冷静了很多。 马上查询, 我也查询沈万青的那些曾经手下都在哪里。 孙成功说完, 都不等艾克森说话, 就迅速地开始挂断电话查询。 艾克森此刻也愈发冷静, 他也开始查询李云海的信息, 很快就发现了李云海已经去了国外, 更是亲自到了华尔街。 艾克森看到这个消息, 脑袋嗡嗡直响, 在查询诺亚集团近期的操作, 愤怒地将水杯摔在地上, 他知道自己大意是荆州, 后方基地被人给毁了。 滴滴,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起, 孙成功的电话拨打过来。 艾克森连忙接通电话, 对孙成功说道, 李云海已经去了华尔街, 诺亚集团这次股票被套, 就是他出手了。 我刚刚也查到了, 张斌、郭辉和李云海等人, 在几天前, 全部都去过京都。 李云海随后带着张斌等人离开, 郭辉留在了京都。 孙成功的语气中, 已经充满了惊恐和不安。 艾克森的神色不住变化, 深吸了两口气, 对孙成功试探地问道, 如果这些人聚在一起, 你觉得他们, 谁可能是真正的统领? 沈万青。 孙成功说出来的一瞬间, 他的后背都是冷气, 甚至有种莫名的紧张和不安。 艾克森的神情也变得紧张, 如果是这样, 那岂不是自己此刻 已经身陷在了围剿之中? 孙成功的话再次传来, 这些人过去八年 都是在各自的范围内去投资, 从没有聚集在一起, 而这一次突然聚集在一起, 是出反常。 你是说沈万青还活着? 他召集了这些人。 艾克森虽然极度地不想承认这一切, 可他还是问道,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让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那就只有沈万青, 也只有沈万青能够让这些人放下所有的一切, 甚至生命。 孙成功的这句话一出口, 让艾克森瞬间沉默, 甚至脸上都露出了一丝恐惧。 如今, 我们也只能是联手了。 让艾克森没有想到的是, 孙成功竟然主动提出要联手。 艾克森彻底松口气, 脸上又重新恢复了那种淡定从容, 对孙成功说道, 只要明天你把盛世集团的股票拉起来, 我的资金出来就可以到国外将诺亚集团的股票解套, 重新聚集资金。 我们在华国股市上与沈万青决一死战。 孙成功的眼中也同样闪过了光芒, 不过他却对艾克森的提议给予了否定。 艾克森先生, 我对这个提议不是很赞同。 孙成功向艾克森反对道, 就算能够拉起诺亚集团股价, 也很可能成为别人又一次叼肉逃跑的机会。 我们的资金很可能又一次套进去, 岂不第二次重复了凯蒂的错误? 孙成功说的鹅非常的直白, 艾克森脸上有些火辣辣的热。 你不同意这个策略, 有别的好方法吗? 艾克森的语气中透出严厉的不满, 想要找回尊严。 这一次盛世集团与越式集团股票波动开始, 我就已经在布局了。 孙成功的语气中充满了一种运筹帷幄的骄傲, 显得有些自信满满。 艾克森突然有一些惊喜, 对孙成功充满期待, 笑着对孙成功说道, 快点说说你的布局。 越式集团股票暴涨的时候, 我大量购买, 并且成功获利了。 同时, 我也对越式集团相关的股票进行了收购, 如今, 这些股票有的下跌, 有的上涨。 我觉得, 应该在这方面加强一波拉升, 赚出一笔。 我的资金抽出来之后, 就可以帮你去解套盛世集团的股票。 艾克森听到孙成功的提议, 只沉思一瞬, 脸上就露出了欢喜, 对孙成功笑容大大的夸奖道, 你非常有远见, 这个方法非常好, 就按照你说的, 马上去拉升他们股票, 将人气全部都拉起来。 为了吸引足够的注意, 我决定在这些股票中, 选中了泰和集团, 通过拉升泰和集团的股票, 带动一波相关基金和个人的情绪, 把这部分资金都套进来, 我变现出去。 孙成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眼中都是期待和兴奋满满。 艾克森这下更加高兴, 他对孙成功说道, 没问题, 你同时选一支越是集团下跌的股票, 下一步准备要拉升, 明天我们开始进入布局, 大家一起玩一把。 孙成功看到艾克森恢复尊重, 心中同样很高兴, 他与艾克森是一荣俱荣, 一辱俱辱。 于是又对艾克森说道, 好, 那就收购艾米兹股票, 这是一家饮食股票, 最近下跌的过程过于急, 但股性很好。 好, 明天你就拉升泰和集团, 我不拘艾米兹。 这一刻, 艾克森又重新拾起了斗志, 仿佛之前的种种打击消散一空。 两个人又具体商量一番, 之后挂断电话, 不约而同地期待着明天股市的开盘。 艾克森想到龙少不肯帮助自己, 心中震恨, 他就想设计让龙少, 把挣的所有钱, 最好本金都亏进去。 于是他想到了太和集团, 计划到时候把龙少的钱圈到太和集团那里, 站在山岗上。 想到这里, 艾克森格外地畅快, 更是无比地期待。 第二天, 龙少在女人的身上得到彻底的事后, 也重新恢复了冷静。 他不想和艾克森的关系搞得过于僵化, 于是又和艾克森见面了。 艾克森先生, 昨天都是误会, 我喝酒喝多了, 您说个数, 还需要多少? 龙少故意表现得很大方, 想让艾克森对自己印象改观。 艾克森的心中都是冷笑, 脸上表情却很淡定, 淡淡一笑对龙少说道, 钱已经够了, 不需要了, 谢谢你。 龙少倒是意外了, 艾克森果然手眼通天, 竟然把钱筹集到了, 这让他始料未及。 艾克森看到龙少惊诧, 心中更是得意。 他今天会好好地布局, 也就不再理会龙少, 而是对自己的人下达指令。 艾克森首先看向朱利, 说道, 今天的目标, 把我们手中的钱, 全力以赴的拉升泰和集团, 让泰和集团的股票疯涨。 龙少听到拉升泰和集团, 脸色就是一变, 眼神就流露出了贪欲。 艾克森淡淡一瞥, 看得清清楚楚, 转动眼珠对朱利说, 泰和集团是月事集团相关的股票, 我们先把它打到跌停, 之后再逆势往上拉, 控制建仓成本。 龙少听到艾克森这个指令, 心中狂喜, 要是在跌停点买进去, 等到拉升涨停, 那时候岂不是可以获利二十个点? 想到能这么顺利地获利二十个点, 龙少兴奋地想要狂叫。 朱利与艾克森打起配合, 听到艾克森的这个吩咐, 马上知道是在布局, 立即点头说道, 艾克森先生, 请您放心, 一会儿开盘以后, 我就会用大笔的资金 去将泰和集团的股票打到跌停。 龙少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已经欣喜地握紧拳头, 悄悄地拿出手机发出信息, 让手下的人关注泰和集团股票。 龙少根本不知道, 艾克森手中连一股泰和集团的股票都没有, 完全是在欺骗他。 艾克森也利用这个机会给孙成功发信息, 让孙成功开盘就猛砸泰和集团的股票, 砸到跌停, 之后等待拉胜。 孙成功对艾克森的布局细节不清楚, 立即答应配合。 龙少做梦都没有想到, 艾克森如此狠辣地反手一招, 要让他吃尽地吐出来, 老本都要赔掉底, 他将万劫不复。 很快就到了开盘的时间, 泰和集团的股票, 本来是高开了一个多点。 龙少看着泰和集团的股票, 心中暗暗期待, 暗暗祈祷, 一定要跌停。 股市开始交易, 泰和集团的股票果然第一时间快速地向下狂跌。 另一边, 孙成功已经把上万手的股票直接挂盘抛售, 恐慌之下, 直接到了跌停点。 龙少看到果真跌停, 顿绝是自己建仓的好时机, 立即下达指令, 不计成本疯狂够近, 很快, 就将泰和集团的股票缓缓地拉了回来。 艾克森看到这一幕, 一脸的灿烂笑容。 这是一个完美的获利方法, 所有的钱都将变成孙成功的钱, 成为自己的资本。 伴随时间的推移, 泰和集团的股票就像艾克森说的一样, 从跌停慢慢变红, 一路向上, 慢慢地缓和式地上涨, 似乎马上就要迎来一轮涨停。 在这个过程中, 孙成功的股票慢慢地从里面抽了出来。 可怜的龙少根本看不明白这一切, 他还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 还让自己的人大笔地买进。 就这样, 泰和集团的股票从跌停的位置, 重新回到了涨停的位置。 孙成功的股票一路不停地甩卖。 龙少的资金疯狂地够近, 他已经在幻想着明天的持续涨停, 又一个盛世集团那般的高获利。 上午十点的时候, 孙成功的股票都已清仓完毕, 纯获利了几十个亿。 他卖出去的股票足足变现了上百个亿。 如此一来, 泰和集团的股票实现了一个完美的大波动, 甚至股东身份都变了。 龙少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功当上了接盘侠, 而且还是一个冤大头士的傻子接盘侠, 心中还在梦想着能够发财。 拿到钱的孙成功, 立即把资金逐渐购入艾米兹的股票, 要在这里开始建仓。 艾克森看到艾米兹的股票逐渐购入, 知道孙成功已经行动, 心中非常高兴。 就仿佛是看到了财员滚滚, 也看到了自己这次翻盘的机会, 不过还是非常精神, 专门是给孙成功发信息核实。 孙成功很快对艾克森反馈, 已经开始建仓。 艾克森的眼中都是得意, 于是私下对朱莉下达指令, 让朱莉同样跟进艾米兹股票。 孙成功和艾克森完美配合, 操作的两个人幻想着, 快速赚上几波钱, 出来解救盛氏集团的泥潭。 此刻, 沈万青注视着大盘, 目光中不断地变化色彩。 郭辉走过来, 语气有些严肃地向沈万青说道, 老大, 刚刚泰河集团的股票疯狂地波动, 已经从跌停位置, 涨到了涨停位置。 我看到了, 沈万青的脸上挂着淡定从容。 郭辉的眼中却都是好奇, 注视着沈万青露出了询问。 沈万青从容不迫地说道, 八年前我们为什么失败, 你知道吗? 不是孙成功谢的秘密吗? 郭辉说到孙成功的时候握紧了拳头, 虽然八年过去了, 孙成功这个人还是一想到就恨得牙根发痒, 恨不得咬他一口。 没错, 就是因为他, 我们在股市惨败, 折挤沉沙。 这些年, 我和孙成功在股市上隔空交火几次, 彼此互有胜负, 不得不说, 这个人还是有一些能力。 郭辉看向沈万青说道, 你是我当初一起带出来的, 你们这些兄弟姐妹都有天赋和才华, 只是很可惜。 孙成功贪心过重, 误入歧途, 否则, 以他的能力, 现在是可以超越云海的。 沈万青沉思片刻, 对郭辉继续说道, 他其实在操作上颇有鬼才的风范。 郭辉的脸色变化, 没想到沈万青会对孙成功用鬼才来形容, 这个评价很高。 沈万青微微点头, 肯定地说道, 他真是很有鬼才的天赋, 如果给他一个平台, 把他的天赋全部展现出来, 他会远远地超越我。 老大, 你是不是过于看高他了? 他怎么可能超过你呢? 郭辉有些不服气, 对沈万青反驳道。 沈万青笑着对郭辉摇摇头, 很坦然地说道, 我们永远都不要自傲狂怠, 永远都要知道山外有山, 有人比我们更厉害, 只有保持理智, 才能保证不败。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聚安思危。 郭辉点头, 露出一副受教的表情。 如果我没有猜错, 太和集团的股价波动, 就是孙成功的手笔, 而他真正的目标, 应该是这只股票。 沈万青将手指向了艾米兹股票。 郭辉看到艾米兹, 眉头立即皱了起来, 脸上都是忧虑, 好半天之后才向沈万青问道, 老大, 我们该如何应对? 既然他要低价建仓, 我们就跟着他, 一起建仓, 把他的成本抬高。 沈万青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素 而又邪魅的笑。 郭辉点点头, 脸上莫名地激动, 终于可以和孙成功交手了, 这一次一定要把孙成功废掉, 一定要出了那口恶气。 去落实吧。 我们在太和集团上建仓的股票, 现在开始跟出来。 沈万青并没有忽视太和集团, 从一开始就已经对 越市集团的相关股票进行了布局, 其中自然包括太和集团。 好的, 老大, 我们又可以赚回一笔了。 这一次我们要全力以赴, 在艾米兹股票上将孙成功诱导进去, 彻底套住。 沈万青脸上露出了一抹冷意。 一直以来, 他是一个很重视兄弟情义的人, 孙成功当年竟然勾结国外势力, 反过头坑了兄弟一笔, 更让华国的股市大幅波动, 吃里爬外的样子, 已经没有底线。 这是令沈万青最愤怒的事。 给外人做狗, 咬手足的肉。 这些年, 他一直没动孙成功, 也在给孙成功悔改机会, 如今看到孙成功依旧如此贪婪, 也就彻底地起了杀意。 孙成功并不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沈万青看得如此清晰, 更是算得清清楚楚的。 艾米兹的股票在缓缓地勾进, 孙成功觉得要疯的疯, 心中甚是得意。 孙经理, 突然有几个大单吃尽艾米兹, 就在这时, 有人进来向他汇报。 孙成功一惊, 随即想到自己和艾克森的约定, 猜想该是艾克森也在构劲。 他不想让手下的人知道自己与艾克森有关系, 于是说道, 不用管, 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收购。 好的, 孙经理, 孙成功的手下继续按照计划, 以中单、 小单、 偶尔大单的模式, 缓缓地建仓。 很快就不对劲了, 连续又有几个大单进入, 将股价直接拉起来一条线。 孙成功微微皱眉, 脸上表情不悦, 他觉得艾克森有点太粗暴, 不该这么鲁莽地建仓。 他思考着要不要给艾克森打个电话, 却看到股票的价格缓缓地落了下来, 心中就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 这都是郭辉的安排, 郭辉看到他缓慢建仓, 故意摇动孙成功的情绪, 催催他。 孙成功并不知道, 他被熟人盯着, 更不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要掉进陷阱之中。 一上午, 孙成功和郭辉在艾米兹这只股票上 都建仓了小十个亿。 每个骄傲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 每个优秀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 孙成功心中, 自己就是如此, 即使有些畏惧沈万青, 他依然觉得自己很优秀, 依然觉得当年自己没有被足够地给予重视, 肯定会在股市上创造很多神话。 看到艾克森陷入被动局面, 他站出来的时候, 颇有一种力挽狂澜的霸道和霸气。 下午股市开盘, 艾美兹的股票价格依然在上蹿下跳的波动, 孙成功看到就是一笑, 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于是, 他就对自己的人下达了指令, 加紧建仓。 孙成功加紧建仓, 他要让自己的九营基金能够有足够的股份。 另一边, 郭辉也同样加快速度建仓, 两个人就像是在与时间互相奔跑, 更好像是要进行激烈的竞争, 想要与彼此进行角力。 两家的建仓已经引起股票异动, 有些散户, 还有一些油资, 纷纷地介入。 艾克森也在不停地买进。 一时间, 艾米兹的股价大幅度上涨, 很多人纷纷地关注起这只股票来。 艾美兹火爆异常, 泰和集团也大放异彩。 龙少望着涨停的泰和集团, 脸上都是灿烂笑容。 在他以为, 自己选的泰和集团将会获利更多。 转眼间到了下午两点钟, 孙成功建仓完毕。 孙成功的持股已经到了需要对外公布的标准, 他对外高调地宣布, 九营基金成为艾米兹的重要股东, 将继续对艾米兹加大购入。 这一则消息发不出之后, 整个股市圈里都沸腾了。 前段时间, 海森基金的高调已经让盛世集团的股票 风涨一波。 如今孙成功在艾米兹股票上如此高调, 很多人仿佛看到了又一次财员滚滚。 与这些人的疯狂和渴望相比, 海森基金, 郭辉脸上同样露出了笑容。 郭辉激动地走到沈万青身边, 说道, 老大, 孙成功还是狂妄自大, 不顾一切地对外宣布了。 沈万青微微点头, 看向郭辉说道, 孙成功憋着一股劲, 多年以来, 一直觉得可以超越我, 可以战胜我, 在他心中始终都有这样的梦想。 但是这份胸怀, 他就远远不及老大, 这是他一生都难以企及的, 一辈子都追不上。 郭辉的语气充满了嘲讽, 对孙成功的鄙视。 沈万青没有丝毫地高傲, 只是对郭辉说道, 没有必要与他如此地纠缠, 我们的重点是在艾克森。 沈万青说完, 微微沉思, 片刻之后对郭辉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孙成功之所以高调地站出来, 不仅仅因为想要战胜我, 更重要的是, 他已经知道我们在布局, 他要联手艾克森, 对我们反击。 郭辉听到这句话, 微微愣神, 眼中充满一种冷意, 冷漠地说道, 哼, 他是不是疯了? 既然他狂得没底, 我们干脆就让他彻底疯一把好了。 沈万青站起身, 看了一眼窗外的风景, 缓缓地收回目光, 对郭辉说道, 你说得很对, 是该让他们得意忘形。 有些人, 只有摔到地上, 才知道什么叫做恐惧。 郭辉听到沈万青这句话, 眼中都是兴奋地狂喜, 激动地看向沈万青说道, 老大, 你是不是要对外宣布你付出了? 沈万青表情剧烈变化, 涌动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激动。 许久之后, 他用力地点点头, 看向面前的郭辉说道, 是的, 准备要对外公布吧, 也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要出山了。 哈, 哈哈, 郭辉大笑, 眼睛有些湿润, 眼中充满了激动。 啪啪, 房间内响起一片掌声, 所有人都站起来, 看向沈万青, 眼神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激动。 沈万青看向众人, 用力点头, 握紧拳头挥舞两下, 说道, 这一次, 要让真爱基金彻底沉默, 在华国股市, 酒营基金也要永远消失, 灰飞烟灭。 海森必胜, 海森必胜。 郭辉等人齐声高喊, 就像出征的战士信心满满, 充满了无限的战意。 股市上, 酒营基金宣布大批购入爱米兹股票, 已经让爱米兹疯狂地上涨。 作为一只创业版的股票, 每天20%的波动, 本来已经是跌停20个点, 如今又直奔涨停, 40个点的波动, 已经让很多人红了眼睛, 很多双眼似乎看到一落落红票子在向他们挥舞。 人性的贪婪, 人性的渴望, 还有人性自私的占有欲, 已经让许多人渐渐迷失自我。 此刻, 沉寂多年的微博上, 沈万青更新了一条状态, 八年了, 我回来了。 作为曾经的大腕,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沈万青的传说。 微博刚一更新, 瞬间就被注意到, 整个网络随之沸腾。 无数人震惊, 无数人转发这条消息。 一时间, 沈万青回归股市的消息让人莫名震撼, 更让许多人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躁动。 艾克森也看到了, 他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想到之前的判断失误, 很可能有沈万青的手笔, 更是无限的愤怒。 自己就像被人耍了, 就像个跳梁小丑, 这对高傲的他来说, 格外地受刺激, 格外地受打击。 九营鸡金, 孙成功本来还享受着众人的欢呼, 享受着眼前的一切美好, 看到这条消息, 就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瞬间黏了。 不过很快, 他就压抑住怒火, 也是充满了无限的愤怒和无限的期待。 案发誓一定要打败沈万青。 原本血雨腥风的故事, 因为九营基金的介入艾米兹, 又因为沈万青宣布回归, 很多人开始八卦起来八年前的往事。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何况一个风起云涌的股市, 此刻曾经的江湖传说也都泛滥开来。 如今的股市暗流涌动, 已经让人捉摸不透。 很多人都在观察, 想要预知股市会如何走下去。 股市中的第一条发言出现了, 发声的人还是沈万青。 感谢八年前就我于为难的路语, 八年后的今天, 我将用盛世集团股票的重新崛起, 让那些人偿还曾经的债务。 这条消息发不出去, 很多人都涌起一种浓烈的恐惧。 八年前, 融资狂人在股市上折起沉沙, 曾经让很多人议论纷纷, 沈万青下落不明, 更是引起了无数的人对他的生死猜测。 沈万青宣布回归, 很多人还在好奇, 过去的八年, 沈万青干了什么? 难道这个人就这样躲避了八年? 沈万青的消息提到陆宇, 这让很多人内心涌动着不安, 更涌动着莫名的恐惧, 还有莫名的羡慕。 陆宇重用的人, 肯定不是普通人, 能和陆宇成为朋友的人, 更不是普通人。 八年前, 沈万青生死之际, 面临着破产, 甚至家破人亡, 却能够被陆宇救回。 八年后, 回归的沈万青, 承载了什么分量的梦想? 知道九营基金与沈万青恩怨的人, 吓得纷纷地撤单。 神仙打架, 没必要为点外财, 把自己的身家折进去。 随着消息蔓延, 孙成功的结局似乎已定。 九营基金购买的爱米兹股票, 开始直线下跌。 熟胜熟败, 已被预判, 人心的天平倾斜向了一头。 孙成功本来计划稳赚四十个点的, 看到股票直线下跌, 心头怒火涌动, 拳头一次次地砸在了桌子上。 他知道, 人心散了, 要在爱米兹这只股票上赚钱的梦想, 已经破灭了。 谁都不会轻易, 参与到九营基金与沈万青的这场风波之中, 长达八年的深仇大恨, 必然有一方不得善重。 谁会不知死活呢? 愤怒无奈的孙成功, 只能给爱克森打电话。 爱克森同样很郁闷, 他已经集结了自己所有的钱, 都买入了爱米兹。 本以为在九营基金的操控下, 爱米兹这只股票可以疯涨, 自己会快速获利出来。 做梦都没有想到, 沈万青的两条微博消息, 震撼了所有的气势, 让无数人心生恐惧, 不敢参与。 因为沈万青曾经败北, 人们害怕历史重演。 因为沈万青曾经神话, 人们害怕孙成功血本无存。 观望, 成了多数人的选择。 接到孙成功的电话, 爱克森有些恼怒地说道, 如果你不那么高调地宣布, 沈万青也不会这么直接地宣战。 爱米兹基金, 我们本来可以稳妥赚钱的。 孙成功被爱克森呵斥, 心头同样憋屈, 他按下恼火, 对爱克森说道, 我也没有想到, 沈万青居然敢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来, 还把陆宇的消息也暴露出来。 妈的, 真是该死, 这一次我们彻底被动了, 这是一个陷阱。 愤怒的爱克森隔着话筒怒声大骂。 最要命的是, 我们的钱恐怕都会困在里面, 恐怕没有人敢再购买爱米兹的股票。 孙成功说出自己的顾虑, 心里郁闷地要吐血。 另一边, 爱克森都要跳脚了, 大吼道, 我本来就需要钱, 如今搞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办? 钱怎么办? 你能融资来吗? 孙成功的眼底一次次闪过愤怒, 拳头握紧, 却没有说出话。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更重要的是, 就算融资成功, 风险也非常大, 很容易就触发熔断。 到那时候, 自己就是八年前的沈万青, 瞬间一无所有。 三年前, 沈万青幸运地遇到陆宇, 扭转了命运。 孙成功可没有这样的好机会, 如果真是这种局面, 他可能选择一命呜呼。 孙成功越想越害怕, 不禁焦急地对爱克森说, 你还是抓紧想办法弄钱吧, 我也去想办法, 必须重新部署。 该死, 你们都是一群猪。 爱克森毫不掩饰心头的怒火, 怒骂一声, 挂断电话。 孙成功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 格外的郁闷, 他已经无可奈何, 只能急吼吼地四处想办法弄钱, 同时把剩余的资金集合起来, 不再勾进爱米兹的股票, 甚至等待着爱米兹股票进一步下跌。 龙少也是一脸猛逼, 本来他还很振奋, 如今听到沈万青回归, 又公开示好陆宇和盛氏集团, 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爱克森已经来到龙少的面前, 向龙少说道, 我需要钱, 你必须想办法弄到钱。 龙少听到爱克森带着命令的口吻, 心中不爽, 没好气地对爱克森说, 这又不是银行, 我哪有那么多钱。 爱克森听到龙少不肯出钱, 冷笑着说道, 忘记告诉你了, 太和集团股票, 就是孙成功出仓的。 你已经站在山岗上了, 如果现在不想办法凑钱, 你的钱都会困在里面出不来。 听到爱克森的这句话, 龙少雷击般脸色苍白, 摊坐在沙发里, 向爱克森瞪大眼睛, 不可能, 你, 你说什么, 竟然是你吗? 出仓的股票让我接盘。 爱克森非常坚定地点点头, 对他说道, 没错, 就是我们出仓的, 股票全部被你接盘, 就是要你亏在里面。 被坑了。 龙少听到爱克森的这话, 真想扯给爱克森两个大嘴巴子, 这真是在玩自己, 本来赚了几十个亿的, 还很高兴, 如今一眨眼成了这样。 我还没有告诉你, 我们很快就会对外公布 消息, 到时候, 泰和集团的股票也会倾泻而下, 你想出都出不来。 爱克森已经把龙少吃得死死的, 也不想给龙少任何机会, 必须让龙少铁了心 跟自己一起行动。 龙少本来只是愤怒, 听到这已经都是恐惧, 都是绝望, 如果真是那种局面, 自己还真就无可奈何。 龙少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愤怒, 咚的一声, 把面前的茶几踢翻, 向爱克森骂道, 真TM的阴险。 和我一起赚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骂我, 那个时候, 你怎么没说我害你呢? 爱克森一声冷笑, 看向龙少, 声音冷漠地说道, 人可以自私, 但不要把别人当成傻子, 你以为我真是傻子, 真就任人宰割吗? 告诉你, 背后耍小聪明, 把别人当傻子的人, 才是真正的傻子。 龙少被爱克森骂得两眼心红, 恼怒异常, 一次次握紧拳头, 忍了好半天, 才对爱克森说, 你, 他妈的赢了。 爱克森笑了, 他知道眼前的龙少要站出来, 给自己解围了。 龙少望着大笑的爱克森, 他觉得自己, 就像是一个傻瓜, 被人给耍了, 甚至被人给卖了。 这一刻的龙少, 真想叫人直接来把爱克森杀死。 爱克森看到龙少已经愤怒到了极限, 他反倒是更加淡定从容, 你现在还是想办法, 尽快把钱筹集到, 投入到股市中, 我们大家联手合作, 一定可以扭转眼前局面。 龙少听着爱克森自信的话语, 他心头憋屈地要吐血, 对爱克森说道, 你TMD别再耍我。 爱克森被骂, 一点都不生气, 表现得倒是很淡定从容, 他还笑着对龙少说道, 我耍你有什么意义吗? 而且我就算是耍了你, 我能有什么好处呢? 爱克森一边说, 还一边在房间内来回走动, 这次若不是沈万青突然出手, 杀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我恐怕现在可以很淡定从容地收割韭菜, 如果我收割韭菜, 你难道不赚钱吗? 爱克森连番询问, 让龙少又瞬间沉默, 心思活泛了一些, 的确就是这个道理。 你只要帮助我渡过难关, 我在你正常盈利的基础上会格外给你一百亿, 作为对你这次帮忙的回报。 爱克森对龙少竖起一根手指, 脸上都是灿烂笑容, 仿佛确定龙少一定会答应。 龙少听说给自己一百亿, 顿时心中就像是长了草, 贪婪的欲望又开始腾腾地升起, 不受控制。 爱克森很善于观察人, 也看出龙少的贪婪, 就对龙少说道, 你筹集到钱, 我们把股票顺利操作完成, 我可以让你很轻易地就获得至少一半利润。 若再加上我给你补偿的这一百亿, 你到时候恐怕都要翻倍, 如果我们要是操作好了, 你就能够顺利地翻翻, 那个时候你要钱有钱, 要势力有势力, 要美女有美女, 人生所有的美好不都在这里。 爱克森倒是很善于做思想工作, 都给龙少勾画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 完美的想象。 龙少心情一次次波动, 一次次涌动着各种复杂, 最后他终于欲望战胜了理智, 看向爱克森说道, 我希望你这次能够言而有信, 否则你会后悔的。 爱克森心中都是冷笑, 在他看来, 龙少到时候已经是身不由己, 如何让自己能够后悔? 自己只有活着, 才能够让龙少赚得更多。 他没有说话, 只是将龙少当成了傻子, 等着龙少去落实。 龙少也没再多想, 并不知道沈万青有多么厉害, 在他眼中, 爱克森时候真的很厉害。 这些年, 真爱基金在股市上一次次地成功操作, 让他都异常羡慕。 正因为是这样, 他根本就没有怀疑爱克森的阴谋, 也没有怀疑爱克森的布局, 已经开始到处打电话借钱, 为了让爱克森知道他筹集钱并不容易, 所以, 有些电话都是免提, 甚至有些钱筹集时, 利息给出了多少爱克森都清清楚楚。 爱克森看到龙少没打出去一个电话, 他的心中就开了一朵花, 一个小时之后, 龙少的电话打完了, 竟然筹集到了将近上千亿。 爱克森的心头也都是激动兴奋, 有了这上千亿, 他就可以在股市上打个漂亮的反击战了。 爱克森走到龙少的面前, 与龙少用力地拥抱一下说道, 龙少, 这一次成功之后, 我们将会成为永远的朋友, 我也会帮助你继续赚钱。 龙少此刻似乎已经忘记两个人之前的不悦, 同样将爱克森用力地抱紧说道, 有爱克森这样的朋友, 就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哈哈, 爱克森发出畅快大笑, 脸上也都是欢喜, 用力地拍了拍龙少的肩膀, 心中却像是看到了一个傻子。 两个人就这样像朋友一样又和好了,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要在股市上搏击。 沈万青此刻在他那几个人在小群里, 突然看到有人发出一条消息, 有很多人都在筹集钱, 好像有些钱要打到飞腾集团账户。 这条消息发出来后, 群里倒是一片安静, 没有人回应这句话。 不过, 沈万青却隔着手机屏幕, 能够感受到群里众人内心的疑惑, 还有内心的一丝不安。 沈万青犹豫片刻之后, 在群里回复了一条消息, 我与老大联系, 征求一下老大的意见。 他的这条消息发出去, 群里瞬间发出了一连串的大拇指, 都是对他决定的赞赏。 沈万青的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喜悦, 他知道这些人现在不仅是对陆宇有种依靠, 更重要的是, 他们已经在发自内心地认可了自己, 所以才会对自己的这句话如此支持。 想通这一切的沈万青, 也是充满了尽头, 更是充满了一种浓烈的责任感, 找到陆宇的电话, 拨打过去, 电话很快就打通, 另一边传来陆宇疑问的声音, 你现在不应该是忙着将今天的股市收盘吗? 陆宇目光看着挂在墙上的时钟, 快到下午三点钟, 这个时候应该是沈万青做出重新决策部署的时候。 老大, 我刚刚得到消息, 飞腾集团正在筹集资金, 好像已经筹集到了不少资金。 沈万青说到这里就停顿下来, 仿佛是在给陆宇一个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陆宇在电话另一端则是微微沉思片刻, 之后忍不住对沈万青笑着问道, 看来对方似乎已经要疯狂了是吗? 沈万青, 我判断是对方有些失态了, 甚至是有些紧张和慌乱。 你的判断很正确, 对方肯定就是紧张害怕了。 陆宇一边沉思, 一边敲着桌子, 对另一边的沈万青问道, 你觉得谁有可能是飞腾集团真正的幕后? 沈万青听到陆宇询问, 顿时沉默, 他也不知道是龙少, 可他知道这次对方会所图不小, 一定会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心中纠结犹豫。 陆宇对沈万青又开口说道, 如今这一战, 我们必须要稳住, 而且这次也一定要知己知彼, 要不然, 辛苦老大调查一下飞腾集团。 沈万青对陆宇试探问道, 陆宇却对沈万青说道, 这件事你不该找我。 老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沈万青倒是有些彻底不解, 对陆宇试探问道, 陆宇, 飞腾集团不管是什么公司, 肯定没那么大的能力, 筹集到这么多钱, 他们背后金主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也是这次我们博弈的关键点。 沈万青更是不解,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道理, 陆宇现在不调查, 而又重复地提醒自己为何。 你现在想要打败对方, 就应该采取一个灵活的方法。 陆宇似乎感觉到沈万青没有明白, 就继续对沈万青开导。 灵活的方法。 沈万青嘴里嘟囔着, 脸上的表情却是很复杂, 仿佛是在回味着陆宇这句话的意思。 陆宇确实没说话, 在另一边沉默了。 沈万青脑袋则是在不停地旋转, 不停地在思考, 仿佛在想这个灵活的方法是什么。 就这样过了大约有一分钟时间, 他才试探着对陆宇问道, 老大,你是想让我去联合岳家。 哈哈。 陆宇在电话另一段大笑, 非常欣慰地说道, 没错, 我就是希望你联系岳家。 沈万青听到陆宇大笑, 知道陆宇很开心, 他也就陷入了一种沉思, 仿佛在思索陆宇为何大笑。 他很快就豁然开朗, 对陆宇说道, 谢谢老大, 之前是我没有想到。 陆宇听到沈万青已经明白, 变得更加高兴, 对沈万青说道, 这次你们出手, 如果能够顺利地吞没真爱基金, 你也将会在股市中重新崛起, 那个时候的你, 也将会成为所有人眼中崇拜的对象。 我可不是八年前的我, 我已经算是死去一回了。 沈万青倒是很谦虚, 很冷静。 陆宇,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一个全新的你, 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你。 沈万青, 谢谢老大一直支持我, 没有你的支持, 我不能走到今天。 陆宇, 我们之间不说这些客气的话, 我让你去联系月家, 希望你从此以后, 能够成为其他人眼中真正有价值的人, 那个时候的你, 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沈万青已经变得无比激动, 不知道如何回应, 因为现在的他, 已经知道陆宇这是真的把他当成了兄弟, 让他重新走出一片天地, 而不是生活在陆宇的庇护之下。 老大, 谢谢你。 沈万青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因为他已经声音哽咽, 眼泪都要流淌下来。 陆宇听着手机里的嘟嘟声, 脸上却都是笑容, 因为他今天看到沈万青发的第二条微博了。 在第二条微博中, 沈万青提到了自己, 其实也是在表达内心对自己真正的感激。 虽然没有看到沈万青的表情, 但是陆宇能够猜想到沈万青这种重新复活般的激动, 也知道沈万青一定会拥有更美好的明天。 正因为如此, 所以陆宇才希望沈万青与岳家联系, 与岳家合力, 在这次的股市上彻底地胜利。 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就可以让他真正成为众人钦佩的对象, 也可以让他成为一个真正事业有成的男人。 陆宇其实并不想沈万青只是成为一个兄弟, 一个附属品, 而是希望沈万青能够拥有自己的未来, 更好的人生。 当多年以后, 沈万青站在金融界巅峰时, 他内心感动的就是陆宇今天的点播。 若不是陆宇今天点播, 若不是陆宇让他选择与岳家合作, 恐怕他始终会把自己定位成陆宇的兄弟, 陆宇的下属, 而不是去走自己未来的人生。 陆宇的胸怀也又一次展现得淋漓尽致。 陆宇已经把这件事情放下, 开始忙碌起来, 继续他的工作。 沈万青此刻看向郭辉说道, 今天股市, 我们不再继续投入, 收盘之后, 你与大家做好复盘, 把相关的事情全部形成报告, 我出去有事情。 郭辉看到沈万青的情绪有些波动, 就没有多问, 只是很坚定地点头说道, 老大你先忙。 沈万青微微汗手, 没有在说话, 而是对着镜子看了一眼里面的自己。 他仿佛又看到了八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 深吸两口气, 让自己整个人都已经变得更加气势十足, 之后快速下楼, 坐车赶往了岳家。 沈万青来到岳家的时候, 看到岳家的别墅大门紧紧关闭, 门口的保镖都保持着高度警惕, 注视着他, 就像是看到了一个入侵的外来物。 沈万青则是很从容淡定地走过去, 看向其中一个保镖说道, 我叫沈万青, 我想要见岳老。 沈万青的话音落下, 保镖的脸色微微变化, 没想到竟然是沈万青。 如今, 如果说有个流量最大的大力, 那么恐怕就是眼前的这个沈万青。 他今天只是更新了两条微博, 却已经让所有经济界的人都沸腾了。 请稍等。 保镖客气地说了一声, 已经转身快速地朝着里面走去。 沈万青站在门口, 他淡定从容, 脸上始终都挂着微笑,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充满豪情, 充满傲慢的他。 只不过, 此刻的他豪情犹在, 那个傲慢已经收敛了起来, 八年的沉淀, 已经让他知道人生有很多需要沉淀, 可历练。 保镖来到客厅的时候, 看到月老正在和月航说话。 月航看到保镖神色匆忙进来, 眉头微微皱起问道, 有什么事吗? 沈万青在我们家门口, 要见月老, 不知道是否见。 保镖说话间看向了月老, 眼神中都是寝室。 沈万青亲自来了。 月老听到这个消息, 脸上的神色似乎都写满了欣喜。 月航本来听到沈万青来, 他的脸上还是有些意外, 甚至还有些疑惑和怀疑。 月航看到月老的这份喜悦, 也瞬间清醒过来, 连忙看向月老说道, 月老, 我去亲自迎接。 月航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内心其实是有一丝高傲, 作为月家的大管家, 身份地位可不一般, 他觉得自己亲自去迎接, 已经是很给面子, 毕竟自己可是月家的大管家。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月老却开口说道, 不必, 我亲自去迎接。 月航吃惊地问道, 老主, 你亲自去迎接他, 合适吗? 保镖也面露惊涩, 难以想象地看向月老。 月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愧叹, 对月航点道, 沈万青的到来, 他的才华远远超过了 本人实际到来的意义, 我们必须要重视。 月航脸上露出沉思, 仿佛在思考, 又仿佛在疑问。 沈万青今天发的两个微博, 已经充分反映出了他对陆宇的真情, 也充分反映出了他对陆宇的感激。 月航依旧有些不解, 眉头微微皱起, 问道, 老主, 这话是何意? 难道? 我若没有猜错, 沈万青之所以会来找我, 出自陆宇的点拨。 这, 月航的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 不停地思索, 眼神都是疑惑, 搞不懂陆宇点拨的用意, 这个风险很大, 万一要是老主不见呢? 陆宇, 真的是陆宇让他登门, 那么沈万青登门, 又是何意呢? 我们月航在商界上是个豪门大族, 他们想要发展, 必然就想要与我们家和好。 月老微微沉默, 继续说道, 这一次的股市风波, 虽然还没解除, 我们应该能够看到, 无论是陆宇还是沈万青, 始终控制的局面, 保持的冷静, 不仅仅自己有情怀, 更是给足了我们月航的面子。 月航回想整个过程中, 的确是没有过多地对月市集团股票进行重点打压, 还算是很理智地处理这一切, 很难得, 忍不住微微点头, 对月老的话表示赞同。 月老沉默一瞬, 又说道, 如今, 股市上珍爱基金已经处于了相对被动的态势, 沈万青这个时候来找我, 其实也是陆宇在向我们示好。 对不起, 老主, 恕我眼拙, 竟然没有看到这一层, 差点误了事。 月航对月老道错。 月老摇摇头, 向月航道, 通过这件事, 你应该看到陆宇的胸怀, 更应该看到这个年轻人做事的不同反响。 月航不停点头, 回想起这事的起因, 月少云, 月少云被陆宇关押, 陆宇已经完全占得了先机, 却选择如此处理方法, 可见陆宇的格局有多大。 月航不禁点头, 又微微摇摇头, 脸上露出自嘲之色, 说道, 若不是老主点拨, 我恐怕无法想明白这一层。 月老一脸了然, 没再说话, 迈不朝外面走去。 此刻, 沈万青耐心地等在外面, 神色非常淡定从容。 月老从里面走出来,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目光都打亮着彼此。 月老的眼神中露出了惊讶, 没有想到, 沈万青站在眼前, 好不自残行贿, 竟然如此气度从容, 似乎拥有一种 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着。 沈万青则是震撼, 月老的身份, 上位者气息, 带着浓浓的视力, 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压力。 打了照面, 沈万青快步迎上去, 满脸笑容地问候道, 月老您好, 我冒昧上门, 打扰了。 月老白手笑着, 摇摇头说, 一点都不冒昧, 你能够先来我家, 让我这里棚壁生辉啊。 沈万青还没想到, 月老如此抬举, 面带惭愧地笑了, 月家主过欲了, 我还是一个 没爬起来的普通人。 沈万青这份谦虚, 反倒是让月老高看一眼, 看来陆宇没有看错你, 把你当成朋友, 陆宇心中很清楚你的人品啊。 沈万青面对月老的连番夸奖, 更加谦虚道, 是为知己者死, 我愿为这个知己欲碎。 月老欣赏地点点头, 拍了拍沈万青的肩膀, 说道, 遥想当年你们的处境, 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在那样绝境中, 陆宇珍惜你, 重视你, 任用你, 陆宇非常有胸怀, 非常前瞻啊。 沈万青, 听到月老张口闭口, 都在谈论陆宇, 内心更是感激。 陆宇让他来找月家, 没有具体的事, 沈万青索性直接说道, 不瞒月老, 我来月家, 也是因为陆市长的提点。 哈哈, 月老大笑, 看了一眼旁边的月航。 月航看向沈万青, 说道, 我们也猜测, 这有陆市长的意思, 如今看来, 果真没错。 沈万青微笑, 陆市长做事, 还有陆市长的眼光, 我常常是匪夷所思, 看不懂。 陆宇的能力, 远超于他的年龄, 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 如此年轻, 前途可期。 月老感慨了一句, 笑着对沈万青道, 陆宇让你过来, 不是为了我们彼此夸赞吧。 走, 进屋, 你说事情。 沈万青微笑点头, 笑着向月老说, 月老果然料事如神, 的确有一个重要的事, 需要月老帮忙。 月老没有说话, 微微点头, 转身朝里面走去。 月航连忙上前, 做了一个引领的首饰, 邀请陆宇。 沈万青跟着月老和月航, 进了大厅。 很快, 就有人上了茶。 沈万青看向月老, 首先开口道, 这一次股市上的争斗, 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 你们一直做得很不错, 珍爱基金已经被你们困在里面, 一时间很难逃脱出去。 月老又向沈万青赞道。 沈万青微微点头, 沉思着说道, 前面的布局还算比较完美, 如今到了一个新的挑战阶段。 月老微微点头, 示意沈万青继续说下去。 沈万青面色严肃地说道, 飞腾集团筹集了上千亿的资金, 准备进入股市, 他们这个举动非常的危险, 很容易让目前的局面, 再次陷入混乱。 月老听到这个消息, 眉头当即紧皱起来, 面上深沉似水, 目光首先看向月航。 月航的心思也是剧烈变化, 直言问道, 腾飞集团, 会好端端地怎么参与到其中? 沈万青摇头, 表示不知道, 不过他的神色却是极其严肃。 月老缓缓地端起茶杯, 习惯性地闻了闻茶香, 轻轻地戳了一口, 眉头却拧成了穿字。 月航已经好多年, 没有看到月老如此严肃认真, 就算月少云被陆宇抓起来, 他也没有此刻这种不安。 飞腾集团很强大, 月航知道, 却没想到会强大到让月老也有所顾忌。 月老看向沈万青, 面色极其严肃地开口。 千亿资金能在股市上引起波动, 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 的还是飞腾集团这个公司。 月老看向沈万青, 说出了他的顾虑。 沈万青微微点头, 向月老回应道, 本来是想请老大帮助调查一下飞腾集团公司的情况。 他却让我来找您。 月老微微错愕, 沉默了数秒之后说道, 陆宇是真聪明, 他明明能够查到, 却不调查。 沈万青微笑不说话, 等着月老继续。 月老看向月航, 说道, 陆宇知道一千亿资金在股市上, 可以有所控制, 但是这个腾飞集团非常不好控制。 月航满脸沉思地点头, 不说话, 感觉压力变得好大。 月老看向沈万青说, 飞腾集团是几个大家族联合入股的公司, 跨界很大, 国内外有他们很多子公司。 沈万青微微愣了一下, 其实来的路上, 也调查过飞腾公司, 却没有查到任何相关的信息。 关于公司的情况,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百度词条, 多年的股市纵横驰骋让他知道, 越是这样情况不明的公司, 越是藏着很多秘密。 越老, 您也会对这个公司有一份顾虑吗? 沈万青看向越老试探地问道。 越老微微点头, 飞腾集团的发展模式不像我们越家, 是一点点的发展, 稳步向前, 他们是狼吞虎咽一般。 沈万青听到狼吞虎咽这个形容, 非常的贴切, 看来这家公司不仅是贪婪这么简单。 股市上最害怕这样的人, 突如其来的短线操作, 很容易就会让人身不由己, 甚至被他们轻易地吞噬掉。 越老看见沈万青, 飞腾集团具体有哪些股东, 我其实也不清楚, 我知道其中有一个股东, 姓龙。 越老只说出对方的姓, 并没有再说下去。 沈万青脑海中反倒是冒出了一个龙姓的家族。 这是一个华国国内非常顶尖的家族, 无论是在政界、商界, 都具有着让人钦佩和超然的地位。 多年以来, 这个家族让很多人仰慕。 越老, 您说的这个龙姓家族, 难道就是沈万青试探着问了一半, 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 越老微微点头, 对沈万青说道, 就是你想的这个, 这个家族一直掌控着飞腾集团, 只不过, 他们真的很少去贸然出击。 沈万青回想了一下, 自己记忆中的几次重大波动, 总是会有飞腾的背影, 可以说贪婪至极, 居然碰上了如此有名望的家族。 沈万青神色一领, 心中顿时升起不安, 若真如此, 这一次的局面恐怕又会失控了。 最可怕的是, 这种失控, 可是远比面对艾克森要困难很多。 外部问题容易解决, 大家可以团结一致。 内部问题, 一个不妥, 就容易引发更大的危机, 这种危机是容易害死人的。 沈万青的脸色开始变化, 犹豫了好半天之后说道, 开战以来, 我们都只在盛氏集团与越氏集团, 尽量地控制波动, 就是防止波动过大, 影响了整个股市。 飞腾集团的突然进入, 恐怕会让我们身不由己, 那时候, 股市的波动可能会大于八年前。 月老看到沈万青 毫不遮掩内心的隐忧, 也是点点头, 对沈万青说道, 万一飞腾集团不讲原则, 这一次的竞争, 就不知道会成什么样, 甚至有可能搅动整个股市, 陷入剧烈的波动, 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压力就大了, 弄不好会成为, 罪人。 沈万青陷入了沉默, 他突然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 月航看向两个人, 试探地说道, 老主, 要不要找相关的人, 给飞腾集团透个话, 让他们暂时不要介入。 月老笑着对月航说道, 狼群已经出来了, 你想把它收回去, 哪里有那么简单? 月航沉默地点头, 眼神流过一抹不甘和无奈。 沈万青看向月老, 话锋一转, 直白地问道, 月老, 您这边能够筹集多少资金? 月老瞬间明白, 眼前的沈万青 已经做好了保卫股市的想法, 所以需要大量的资金。 月老内心其实不想参与这场波动的, 担心的是玉石巨焚, 可惜已在局中, 身不由己。 我最多能拿出一千亿。 沈万青听到一千亿, 脸上的神色格外地凝重, 一千亿是布局在哪是一方面。 或许可以缓慢地成功, 但是去抵御一群狼的到来, 这个难度很大。 这一群狼的到来, 不仅仅是狼来了, 更重要的是会带动着整个股市上 很多狼跟着进入。 我一会儿回去, 就抓紧准备钱, 争取把局面稳定下来。 沈万青打定主意, 看向月老说道。 月老微微点头, 带着提醒的口吻说道, 希望你和陆市长多多沟通, 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 月老也感觉家族能做得有些少, 于是对沈万青歉意道, 我们也是迫于无奈。 沈万青看着, 月老并不是在撒谎, 就对月老点点头, 月老,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会立即去向陆市长汇报。 月老沉默片刻, 对沈万青专门叮嘱, 你告诉陆宇, 一定要冷静, 千万不能冲动。 为了防止陆宇不计后果, 月老还专门说道, 要是惹怒飞腾集团, 可不像我们月家, 到时候, 恐怕会麻烦不断。 沈万青听到月老这个类比, 更加清楚飞腾集团背后的身份, 有多么的可怕。 沈万青握紧拳头, 眼神中生起一丝激动, 您放心, 我会尽快给你们回应。 月老微微点头, 看向月航说道, 你送沈先生离开, 同时也筹集资金, 我们尽量保证股市的稳定。 月航感受到月老的压力, 心中也是压力重重, 老主放心, 我会马上落实。 月老神色凝重, 没再说话。 沈万青和月航一起, 从月家出来。 临分别的时候, 月航向沈万青说道, 希望你们认真对待眼前的飞腾集团, 这将是一次巨大的危机。 沈万青没有说话, 只是点头, 与月航握手后离开。 车子驶离, 沈万青立即找到陆宇的电话, 拨打过去。 去过月家了。 陆宇笑着接通电话, 对沈万青问道, 老大, 我刚刚见过月老, 月老简单介绍了一下 飞腾集团的基本情况。 陆宇听到沈万青语气中的凝重, 就知道这是出岔头了。 他淡定地说, 和我说一说, 不管有多困难, 我们都要面对和克服。 沈万青听到陆宇的从容, 心中也放松了很多, 飞腾集团背后的股东不简单, 都是我们华国的一些大家族, 其中一个掌控的家族, 就是龙驾。 电话另一端, 陆宇听到这个消息, 陷入了沉默, 没有想到这个飞腾集团如此强大。 没想到, 我们这一次踢上铁板, 遇上一个大对手。 陆宇对沈万青玩笑说道, 是的, 月老很担心飞腾集团的出手, 担忧导致股市又一次剧烈波动。 沈万青说完, 又补充说道, 他们月家只能出一千亿维护股市, 我担心, 到时候恐怕杯水车薪。 沈万青接着又说道, 月老对飞腾集团形容的原话是狼吞虎咽, 过去这些年, 股市上出现过几次剧烈波动, 我怀疑都与他们有关。 陆宇深吸两口气, 已经平静下来, 对沈万青说道, 既然狼已经来了, 我们无法预知, 无法控制, 就顺其自然好了。 顺其自然? 沈万青吃惊地问。 是的, 就顺其自然。 陆宇说得非常坚定。 沈万青微微沉思, 片刻之后, 已经明白过来, 说道, 老大, 我们是等到股市波动起来, 他们露出短板, 同时也让他们真正惊动了上层, 到时候, 我们再出手。 没错, 现在若是直接出手, 就像故意与人家为敌, 不如耐心等一等。 可是, 股市上的动荡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 只对真爱基金布局, 至于他们的出手, 打乱整个股市的节奏, 暂时与我们无关。 陆宇对沈万青说出策略。 沈万青再次沉思片刻, 我按照老大的指令做, 只不过我不知道, 股市的波动会什么样。 局面是猜不到的, 你要知道, 这一次背后的真正对手是谁。 原因都在真爱基金, 把真爱基金废掉, 其他的一切事情才会更容易解决。 陆宇的态度非常坚定。 我知道了老大, 请你放心。 沈万青已经有了心理底数, 有个情况我想和您咨询一下。 陆宇艰难叫出一声罢, 出口后长出一口气, 整个人反而轻松了。 另一边, 陆志国一下子站了起来, 欣喜若狂, 拿着手机的手都微微颤抖, 怕自己听错了, 小心地确认, 陆宇, 你, 喊我什么? 陆志国说完, 怕陆宇闹脾气, 连忙又说道, 算了, 到底什么事, 你尽管跟我说。 陆宇对陆志国喊罢, 并不是求助陆志国, 而是他已经喊圣东风罢了, 对于自己的亲生父亲, 若还不能够原谅, 怎么讲都有些说不过去, 正因如此, 他才会在电话中喊了罢。 罢! 盛氏集团与越氏集团, 已经对真爱基金形成了围剿, 胜利在往之际, 飞腾集团突然出手, 举资上千亿, 准备进入股市, 这很有可能引起股市的剧烈动荡。 陆志国听到这话, 顿时变得严肃, 神情凝重, 整个人也陷入了沉思。 我让沈万青去岳家, 见过了岳老。 据岳老介绍, 飞腾集团是多个大家族成立的联合公司, 现在负责的人, 姓龙。 陆宇对父亲主动介绍道, 陆志国神色变化了几次, 之后对陆宇道, 飞腾集团介入, 形势很不乐观, 而且这个集团公司, 是一个输不起的公司。 输不起, 该不会是习惯了成功, 习惯了被人吹捧吧? 陆宇宇中带着一丝嘲讽, 他们已经习惯了经济上的掠夺, 对他们来说, 得到和拥有都属于正常。 陆宇的表情也变得严肃, 冷笑道, 让他们也跟着折起沉沙, 会是如何? 陆志国没有立即回应, 沉默了几秒, 之后对陆宇说道, 你想怎么做, 就放心大胆地做吧, 反正无论输赢, 所有的事最后都会有一个结果, 从容就好。 陆宇听到陆志国允许自己大胆出手, 就知道, 这一次父亲准备与自己风雨同舟, 这让他内心涌起感动, 郑重地对父亲说道, 你也放心, 既然要与他们斗一斗, 我肯定会想办法占据主动。 我对你, 当然放心,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陆志国带着一种老怀甚畏, 语气很是淡定。 在封都县时, 你还记得当年传说的封都府邸吗? 陆志国对陆宇问道, 陆宇听到封都府邸几个字, 格外地敏感, 惊讶地问, 难道也与飞腾集团有关?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陆宇眼神中充满犀利和冰冷, 尤其回想当年, 封都府邸引发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命案, 他早就想将那些人渣绳之以法, 让他们老老实实付出代价。 飞腾集团与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目前也不清楚, 两者应该相关。 陆志国又对陆宇专门提醒道, 封都府邸的目的既是为了找寻美女, 这些女人就是工具, 成就在商业和仕途成功的工具。 嘶! 陆宇倒吸一口冷气, 眼中充满了愤怒。 具体的情况, 也只能慢慢调查, 就当成一个备选的目标, 你多一个心理准备。 陆志国不想让陆宇压力更大, 专门安慰道。 我记住了吧, 您放心好了。 抓紧准备吧, 这是一场恶战。 陆志国挂断电话, 欣喜之情一扫而空, 心道, 儿子越有本事, 越会遇见大事。 陆志国坐下来, 沉思片刻, 找到汪竹烟的电话, 拨打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